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共疗的朋友其实是更多的已经造成的破坏已经发生了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一段 特别是从福岛核灾以后开始比较认识核电议题的朋友 那等一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会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就是我们刚才走的那条滨海公路 它就在这个交通的要道上面 可见的这个地址的选择是多么的粗暴 完全没有把地方的人他们的生命安全 跟要经过这条滨海公路的朋友的生命安全放在眼底 好大家现在看哦 这边可以看到海面上有好几只好几只柱子 小柱子有没有 等一下大家看总共会有六只哦 大家猜这是什么 那个是河四 那个 出水口 就是它的热海水的出水口 大家知道核电厂是不是要 要吸 要引进大量的海水来冷却反应炉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反应炉被 拿来冷却以后这些水是不是就变成 温的水甚至更讲白一点 它是非常非常烫的水哦 所以每天就是这样 这样几百吨排到 排到 海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核四的出水口 居然滴我们的沙滩可以这么近哦 这是非常非常扯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山雕湾 对不对 山雕湾它是一个湾 所以这些温排水都会在这个山雕湾里面不断的循环 很难排出去 所以在其他的 其他的地方 比方说 合一合二厂 我们因为这温排水所以发现什么 避雕 避雕 然后在河山厂 我们是不是发生珊瑚的白化 都是这个温排水造成的哦 芙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的地区 可是离我们的沙滩居然有这么高风险的这样的设施 每天有这么多的温排水从厂区里面排出来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哦 很多人就在这边游泳 那这个仲介码头是做什么的 仲介码头其实就是一个突出来的一个一个港 因为核四要盖的时候 它有很多大的机械 比方说反应炉 它没有办法从基隆上岸 所以比方说反应炉这么大 它没有办法经过这么多的山洞 所以它就要为河四 多硬生生的盖一个港 可是港造成什么效果呢 大家知道 河四是在山雕湾 是在一个湾上对不对 是在一个沙滩上 那大家可以看 其实在那边有一条溪叫做双溪 为什么 为什么 芙蓉供辽这边会有这么好的沙滩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双溪河 长期的把一些上游的一些土 或者是一些沙 带到下游来 然后这些冲到山雕湾里面 然后它再自然的形成了这个沙滩 所以芙蓉沙滩 其实是 其实是北台湾 一个非常重要的沙滩的支援 像这种黄金的沙滩 其实非常的稀少 可是这个沙滩 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什么叫动态的平衡 也就是流进来 要等于流出去 沙滩不是静静的在那边不会动 它是带上来被海洋带上来的 会等于带出去的 涂堤效应是什么意思 它今天就是在这个沙滩的北方 就是盖了一个这个重建马头 扑出去 那这边的 大家如果看好 看我的左手 这个是它的海岸线 也就是说 它在北方的地方 盖了一个沙滩以后 那原本这边的海水 是从北往南流 所以原本是带进来的沙 要等于带出去的沙 但是现在有这个提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沙全部都被大量的淤积在港的北边 因为它堤防是突出来的 所以大量的沙都被淤积在北边 那就变成 进来的会少于出去的 对不对 因为出去的海水还是持续不断的把沙子带出去 所以这个沙滩就不断的 进来小于出去的状况下 这个沙就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讲核电的议题 当然大家讲到辐射这些事情 可是其实供疗虽然核市场还没开始运作 但是这个沙这个沙其实已经越来越少 所以甚至前几年的海洋艺乐记 大家也听过说 海洋艺乐记的时候 那个沙不见对不对 就是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其实在五年多 五六年前大家会说 爱音乐爱沙滩希望保护这个沙滩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盖了这个仲介码头以后 复龙的沙这个沙滩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从空照图 看不出来形状的改变 可是这个沙其实变得非常的薄 据地方人说 以前这个沙的高度 是跟后面的那个防风铃 是差不多的 这个沙是跟后面的防风铃 差不多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沙 其实就突然下去 然后被掏得非常非常的薄 在这边 那大家看到这两侧 是不是有很大的土堆 这个是原来的沙滩吗 跟大家说不是齁 旁边这个沙滩 你看就知道非常的不自然 怎么会在这边 跟大家说这个沙滩是什么 这个沙滩是 因为我刚才说 它那个抽水站 它不是会抽大量的海水进去 对不对 抽水进去以后 其实有很多沙会 也跟着被抽进去 那这会造成那个 那个抽水孔的堵塞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沙 全部挖出来 就堆在这边 有一些沙是从那个抽 抽进去的沙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堆在这边 有一些沙是在福隆那边 现在有个叫福隆大饭店 对不对 他们要盖二管 所以他们要整地 那个地基 那地基挖的沙也堆在旁边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边的沙 其实跟下面是非常非常不自然的状况 这其实就是长期在海岸线的开发 从河四到后来的观光开发 其实都很粗暴 所以造成像这样的景观 那等一下我们走就知道 大家其实看很多地方的人很着急 为什么很着急 因为原本渔业观光业都是供僚这边很重要的地方资源 今天渔业原本以前渔民都可以在这个山雕湾里面捕鱼的 但是因为河四来了以后 政府就注销了供僚渔会在山雕湾里面捕鱼的渔业权 很扯非常扯 因为我要在这边盖河电厂 所以就不允许你在这个山雕湾里面捕鱼 所以以前供僚的居民很多可以有那个小扇板就在这里面捕鱼 因为风浪相对比较平缓 可是因为渔业权被注销了以后 他们只能到外海去捕鱼 所以有很多那种小的渔户就这样被淘汰了 因为小扇板没有办法出到外海去 只有大的船才有办法出到外海去 这其实都是对供僚这边一个非常严重的产业的影响 所以刚才说渔业权被注销了 沙滩原本是很重要的观光资源 也开始不断不断的变薄 所以即便河四还没有开始运转 但是对供僚的破坏都是现在进行事 这会需要非常大家关注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地的观点 一方面在这边要盖核电厂 看起来是经济发展 一方面要在这边发展观光 所以地方人都很困惑 你到底是要我们怎样 照理说盖核电厂的地方应该人烟稀少 可是你要在这边搞观光 搞海洋音乐祭 这都是非常非常荒谬的错乱 核能核灾带的影响很大 大家大部分看到是这个东西 可是其实很多地方的破坏正在发生 所以像过去 原本渔业观光业 都是地方很重要的产业 可是在核四盖了以后 变成大量的 大家很多人就被那个 可能他提供的每天的薪水 是相对比较高 大家就进去工作 所以你原本的产业就被破坏了 等到核四完工了以后 这些工人还可以继续工作吗 都不行 因为他们都是临时工 那原本的产业又被破坏了 这就是核四在这边造成非常巨大的 产业上面本质性的改变喔